大家好,这里是大人物小人物频道 今天要介绍的人物是宇周迅 赵薇和张子怡并称为中国四大花旦的女演员 徐静蕾 如果觉得这类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外形漂亮,除了会拍电影 写博客外,还可以写出一首好的钢笔字 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才女 她所写的字体被称为方正静蕾简体 这是一款影视明星徐静蕾的手写体 字体骨骼清秀,球尽有力,轻裂,柔余优雅,从容 令人赏心悦目 字如其人,心素如简,人淡如菊,轻心宜人 徐静蕾,1974年4月出生于北京三里屯附近的一个居民区 父亲徐子健和母亲于舒荣都是普通工人 徐静蕾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求学时期因书法专长 被保送进北京朝阳区的一间中学 小时候并没有光环和自信 演员或者导演还都不在她的词典当中 她只是一个又瘦又黑的小女孩 小时候不喜欢写字 却被父亲逼住在是少年工书法班学习 每日里练习书法 在父亲严格的教育下背诵堂诗 徐静蕾上学后 父亲徐子健就从工厂辞职 自己开了一个做霓虹灯的工厂 工厂开起来以后 借来很多制作霓虹灯箱的业务 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 灯箱上的字都要靠人来写 可是找书法家费用又太高 为节约成本 父亲徐子健决定让自己的女儿来写 后来徐静蕾看人家画画 自己也喜欢上了画画 17岁的他骑驻自行车 穿梭于弱大的北京城中 走很远的路去学画 一年的时间他一心要考中系的五美系和工艺美院 却名落森山 当年报考中央戏剧学院五美系化妆专业 但没有录取之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1999年徐静蕾已位居第二的选票 当选为北京大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的时代女星 于当选第一名的徐帆仅差了100票 成为美国运动品牌Commerce方威在中国区的品牌代言人 2000年获全国第七届电影表演学会奖 他和蒲存星等人并列得一双星 文艺工作者称号 2002年主演现代都市题材电影 开往春天的地铁 2003年评级电影《我爱你》 获得了华表奖最佳新人奖 优秀新人女演员奖 评开往春天的地铁 获第2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 凭我的美丽相酬 获得第2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 2004年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我和爸爸》 获得第4届华语电影大奖最佳编剧 最佳新导演提名 内地最受欢迎女演员奖 金鸡奖最佳处女作奖 9月由徐静磊自编 自导自演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获得第52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 最佳导演奖 2005年6月 美国时代周刊在其名为《中国新革命》一文中 将徐静磊作为中国唯一一位导演及演员入选 并称其为中国电影界有革命性的代表人物 2006年6月 徐静磊导演电影《梦想照进现实》 2007年4月16日 独立投资创办北京鲜花盛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同时出版《互动电子杂志》开了 4月27日 方正电子写手徐静磊发布了其个人书法计算机字库产品 这款被命名为《方正静磊简体》被方正方面称为中国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个人书法计算机字库产品 宣称标志著计算机字库将进入个性化时代 2008年5月12日 增开期刊开了街拍 2009年创刊开了职场系列杂志 2010年7月20日 自导自演的第四部影片《杜拉拉生之记》 在中国大陆票房突破1亿 成为大陆首歌票房破1的女导演 2011年12月23日 导演并主演电影《亲密敌人》 2012年11月 担任第四季中国达人秀观察员 2014年9月11日下午 徐静磊指导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在北京举行了关机发布会 该片由吴亦凡、王立坤、张超主演、远赋布拉格拍摄 2014年9月19日 参演电影《处不可及》上映 2015年担任最强大脑特要嘉宾 节目组特意设置的两人PK明星挑战项目 要求同大为 徐静磊在限定时间内 观察16幅两人的经典电影剧照 并对变成马赛克的剧照进行抢答 回答出电影相关信息 2017年担任爱奇艺出品的校园科幻题材网剧 《同学两亿岁的监制》 该剧讲述 寄生在宣默身体中的外星人阿布多瑞 在校园的青春故事 2018年5月 首次参加北京卫视大型明星跨界音乐真人秀节目 跨界歌王第三季担任首发演唱嘉宾 徐静磊出道后曾与黄绝和黄力行传过绯闻 但当事人皆为正面承认 2005年7月张亚东公开的三角链 张亚东和徐静磊在北京街头被拍到牵手亲密逛街 2010年徐静磊自导自演电影《嘟啦啦声》之际 并找来黄力行与其搭档 当时徐静磊刚好碰上感情空白期 有传闻称当时徐静磊与男友黄绝在交往了四年之后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时 却传来黄绝令结心欢 心情失落的徐静磊在拍摄时碰到黄力行 两人在片中爱得火热 戏外也被传计甲行针 爱火慢慢地燃烧 一年后两人再度合作亲密敌人 此后两人恋爱的绩效越来越明显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徐静磊的介绍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关注我的账号 大人物小人物 如果有什么想听的人物故事 也请在下方留言 Peace